我們這邊是要補充一些在圓柱坐標還有球面坐標裡面的一些向量的運算 這部分是課本裡面沒有的 課本裡面雖然有介紹球面坐標和圓柱坐標 可是它沒有說在這些坐標系裡面我們怎麼做像gradient 求踢度,或是求divergence,閃度,或是求curl 這要怎麼算 所以我們這邊稍微補充一下 那其實我這邊是先前面兩頁 我們先列出整個圓柱坐標和球面坐標裡面 求gradient,求divergence,求curl的結果 我們試指列出來,如果是圓柱坐標的話 那我坐標的位置是用 半徑r,xy平面的半徑r 還有θ和z,半徑夾角還有高度表示的 那我們求gradient的話 我們記得說我們求做偏微分的時候 偏微分的對象必須要是真的長度 就是有一個位置的變化 它才能夠做這個相對函數值的偏微分 所以我們做偏微分的結果會變成是 我要partialr這個長度沒有問題 partialθ的時候,我要多除一個r 然後partialz這個也ok 重點是我們對θ做偏微的時候 要乘上半徑才會是真的長度 那這個乘上半徑的原因 我們之前在課堂上有介紹過 所以這邊就不再詳細解釋 總之就是θ並不是一個長度單位 所以我們必須要乘上半徑才能夠真的轉換成長度 r乘上dθ 那一樣的這個原則 等一下我們會做比較詳細的解釋 那做divergence的話 就變成是 我要在 divergence我們先介紹這個向量怎麼表示的好了 就是它在r這邊的分量的函式用p 那θ方向的分量用q 還有z方向的分量用r來表示 那我們做divergence的話 我們一樣會 對三個分量的偏微之後 各自的分量做pqr做偏微 partialr,partialθ,partialz偏微之後 全部加總起來 可是我們前面要乘上一些係數 p這一項 我們要韓式這邊要乘上r 然後外面要乘上r分之1 q這邊是都不用做 可是我們這邊前面要乘上r分之1 r這一項的話 z的分量的話 就是什麼都不用做 那求curl的時候 我必須要在 求curl這一項外面乘上r分之1 然後在θ的向量還有分量 這兩部分都各自乘上r 那這個是圓柱坐標的部分 那球面坐標的部分的話 球面坐標的部分也是一樣的原則 就是我們現在 p這個函式 這個常數的 呃 存量的函式 用θ5θ 就是球半徑 然後垂直的角度和水平的角度 分別表示的話 那我們這個做偏偏的對象 都必須要是長度 所以 求divergence的時候 我們做偏偏的對象都要把它轉換成長度 這樣才是對的 那一樣如果是向量 如果是向量的話 我們現在把p q r 分別 當作是 我們在 求半徑 low 還有θ 還有phi 就是垂直角度phi 還有水平角度θ 這三個分量的 這個係數 係數的函式 那這個時候我們求divergence的話 我們必須要把p 也就是原本球半徑這個方向 的分量 乘上rho平方 就等於乘上球半徑的平方 外面要再除上rho平方 那我原本要對這個 呃 對 phi 做偏微的時候 我的q 就是phi的分量 必須要乘上sinphi 外面 除上rho乘上sinphi 那r也就是θ 水平方向的這個分量 我在做的時候 呃 外面要除上 這個 low乘上sinphi 這是divergence的 求閃度的時候的 需要加上的係數 那求curl的時候 我是在這個 求行列式的運算外面 乘上rho平方sinphi 那在裡面的話 我在p的分量 也就是半徑的分量這邊 並沒有做什麼事情 可是我在 呃 phi的分量 也就是垂直角度的分量的時候 向量這部分乘上rho 乘上丘半徑 然後 係數的函式也乘上丘半徑 那在這個水平分量 水平分量的時候 我們在向量的分量上面 乘上rho sinphi 那水平的分量乘上rho sinphi 也是乘上rho sinphi 那接下來我們來解釋一下 呃 怎麼記這些東西 就是 這部分 不能算是證明 可是應該可以是 幫助我們比較容易 呃 推導出這些運算的結果 我們說 我們在做片尾的時候 要真的對 這個 位移做片尾 也就是真正的長度 那所以我們求divergence 這個現在這是 圓柱坐標 我們求divergence的時候 那我真的就對 我們就真的對這個 divergence的每一項 都寫成長度 那寫完之後 我們需要做 通分 所以我們底下 把這個r分之一提出來 那 因為前後兩項 對 r和z的 偏尾並沒有 原本底下r分之一這一項 所以我們變成 分子這邊要在各自乘上r 可是乘上去之後我們發覺說 像我前面 p乘上r這一項 我必須要保留在 偏尾這裡面 因為我等一下是要對r做偏尾 所以r算是 不能當作常數 不能當作常數 它是一個變數 要放在偏尾的對象裡面 可是z的話 r是可以提出來的 因為我是對 z做偏尾 r對我來說是常數 我可以拿到 偏尾的運算外面 那拿出來之後 我就可以約分約掉 就跟外面這個 分母的部分約掉 所以會剩下 最後 的這個結果 那這個結果就跟 我們前面講的這個 前面第1頁 講的這個 圓柱坐標 的divergence 結果是一致的 好 那再來我們介紹 求curl的時候 然後我們原則也是一樣 圓柱坐標 我們直接把這個行列式寫出來 然後 偏尾的部分 我們把加上長度 讓它真的是位移的運算 那做完之後 我們把這個行列式展開 行列展開得到 第二行這個結果 然後我們再 對它做通分 像第1項 我們把r分之1提出來 那 原本q的分量 前面就要加上r 那第二項的話 也是一樣 我們提出r分之1 然後 可是我們接下來 這個r 直接把它加在向量這裡 也是這樣也是可以 因為原本是都沒有r的 我們是為了要配合前面這一項 好 那第3個部分 這邊有r 所以我們提出來 r分之1 然後 在q這部分 加上r 乘上r 那再來我們就是 做完之後 我們就再看看要怎麼湊這個結果 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 如果r分之1 每一項都有r分之1 可以把r分之1提出來 然後 我的 q 片尾對象 都是r乘q 這邊也有r乘q 這部分 在這裡運算的時候 我們會發覺 r乘上q 這部分是不能拿到片尾的運算外面 所以保留在裡面 那既然保留在裡面的話 我們要把它寫成行列式的樣子 這個 第一項也要保留在裡面 所以我們就會有 在行列式裡面寫的這個結果 那最後 我們再拿 這一項 來寫 我們這邊不會把 乘上r 這一項 放到 瓜號5裡面的分母 是因為 我們前面這個r 還有這個p 它都不需要乘上 不需要乘上r 那我們就不要把它放進去 所以我們就把它留在向量這一部分 所以就得到這個結果 所以最後得到這個式子 也就是 我們第一頁 看到的 底下 這個 求curl的運算 在 圓珠座標裡面 求curl的運算 那這邊 我們需要再 重複提醒一下 就是我們這個算法 其實不能算是證明 就是說這只是一個 幫助我們比較容易記住說 這個 curl 或是divergence 這種 或是gradient 這個運算 真的在 圓珠座標的時候 要怎麼 怎麼記它比較容易 那同樣 球面坐標 我們也可以用一樣的 類似的方法 那 gradient那部分 我們可以不用再強調 因為我們gradient 就直接是用 除上長度 除上 實際的位移量 就可以了 那我們這邊再稍微 重複一下 為什麼我們這邊 長度會是這樣做的 因為像我們垂直的角度 phi 垂直角度phi 是 我們要把它轉換成 垂直方向的運算的話 我們在這一段 就必須要乘上 垂直的角度phi 之後 才會 垂直的 半徑 r 再乘上 垂直的角度phi 才會是真正的 垂直方向的變化 那水平方向的變化 就必須要是 我要把這個r的半徑 投影到 水平上面的一個 位移 然後之後再去旋轉一個角度 對吧 所以 我必須要 先讓我的 low 乘上 sine theta 再乘上sine phi 才會是我水平方向的 這個半徑 在這個水平方向的半徑 然後接下來 我再乘上 這個 這個 sine theta的角度 就才會是我真正這一塊 想要算的體積的水平的位移 所以這個我們是 必須在 sine theta這一項 乘上low 乘上sine phi 先把它投影到水平的方向之後 再去乘上我的 抱歉 這邊是d theta 就是theta的角度的變化 所以根據這個 原則 我們 做divergent的時候 可以直接 先把這個結果先寫出來 那寫出來之後 我們一樣 做通分 把共同的項提出來 然後裡面沒有的加上去 我們提出low平方乘上sine phi 那第一項p 就裡面一樣加上 加上low平方乘上sine phi 那q的部分 它原本有一個row了 所以我先 面子要加上 row乘上sine phi就可以 那第三項 它原本有row乘上sine phi 那我就只要乘上row就可以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 我這邊 第一項我是要對row 做篇尾 所以sine phi對我來說 是常數 我可以提出來 提出到 那個篇尾的運算之外 我就可以跟分母的sine phi 約掉 所以 約分之後 得到的會是 第一項的結果 那 第二項 一樣 我們的row 對我的 這個 fine來說 是常數 我一樣提到外面 提到外面 在 約分之後 約掉一項 所以我外面的分母是變成是 row乘上sine phi 裡面sine phi 必須要留在裡面 因為我要對 等一下 會影響我對 fine 篇尾的結果 那row 這一項 最後一項 r分量row 對 θ來說是常數 直接提出來 約掉之後 一樣 最後乘上sine phi 那 最後這一項 就直接寫出來就可以 所以這個結果 也是 跟我們前面 在第二項 講的 在 球面坐標的向量 球divergence的結果是一致的 好 那 最後 我們再來 解釋一下 球curl的結果 球curl的結果 我們說 一樣 偏尾的對象 必須要是 實際的位移 也就是長度 所以我們先把它 這個 這個結果寫出來 然後把這個 行列式 的部分 展開 那展開完之後 一樣把共同項 提出來 然後 把它做通分 那我們知道 因為我們知道說 最後我們是 在行列式外面需要乘上一個row平方 乘上sine phi 我們就直接把這一項全部寫出來 那第一個跨弧裡面的 這個 前面這一項 就需要多乘一個row乘上sine phi 因為原本是 它只有在分母這邊有一個row 那後面這一項 它在分母是row乘上sine phi 我就多乘一個row 那第二項的話 原本其實可能只要提出row乘上sine phi就可以 可是我們想要 一致 所以我們 把 這個 這個提出來之後 P這個分量提出來之後 裡面要乘上P 那 原本 R 對P做篇尾應該是什麼都不用加的 我現在加上row乘上sine phi 那最後一樣也是一樣 我們 在外面加上row乘上sine phi 分之一之後 Q前面加上row乘上sine phi P這裡 因為原本分母有個row 所以我多乘一個sine phi 好 這個是我們第一步 做的結果 那我們在這一頁 前半部是跟 上面寫的一樣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開始做一些畫件 就是找一些共同項 哪些可以提出來的 那其實我們重點變成是我們要整理裡面 跨壺裡面的部分 因為我們之後要寫成行列式的形式 所以要找出 這個 共同的部分 那外面這一部分我們就 不動 外面這一部分可以不動它 那我們看 第一部分 對 5做篇尾 那原本我們以為row可以提出來 可是我們找一下 發覺 我在 乘上r之後 我乘的對象是r 我乘上r之後 它裡面有另外一項 我是要對row做篇尾的 所以我的row其實不能提出來 row應該說 row不能完全提出來 我需要保留在裡面 可是我這兩項 要是 一致的 所以 我這邊雖然有row平方 我可以提 移出一個 那再來就是 我們的 這是我的r的部分 那 q的部分呢 我們如果說 把這個 q 跟第三項的q 去做一下 比較 那我會知道說 我的row其實不能完全提出來 因為我這個 第三項 我的row 是要對 我的q是要對row做篇尾的 那可是我這邊 第一項又只有一個row 所以我就保留一個 保留一個 把剩下的部分 移出來 然後 再來 我的 p的部分 我這邊有row乘上p 然後我這邊有row乘上sci-fi乘上p 那 我會發覺說 其實在這邊 我是可以 我的 p 為了要保持一致 我這邊的這個sci-fi必須要可以拿出來 然後 我再拿出來之後 我這邊 我對 phi做篇尾 我對θ做篇尾 我跟我的row都沒有關係 所以我的row也可以提出來 所以最後我把我的row sci-fi 全部都移出來 我就只剩下 p的篇尾 所以其實這個並不是非常一致 我說這個是 幫助我們 計的方式並不是在做證明 那我們經過這樣的整理 總之我們經過這樣的整理之後 得到的結果 上半部是我們前一頁寫的東西 得到這樣的結果之後 那我們就開始 把 其他部分再 重新寫一次 重新寫完之後 再把它寫成 行列式的樣子 那就會跟 我們剛剛看到的結果是一樣的 我們提出來之後 R必須要乘上row sci-fi Q必須要乘上row P的話是什麼都不用做 然後 我的這個 向量的部分的話 因為我在 第二項 原本是有row 要拿出來的 我就要拿到 跟我的向量相乘 第三項 row乘上sci-fi 都移到 偏尾的外面 所以我就一樣 拿個向量來乘 那這樣的結果就變成是 我的向量的部分 這一項 是在 移到行列式之後的這裡 這個向量 移到 行列式的這裡 然後 剩下的部分 我的row乘上Q 是在這裡 這是我的row乘上Q 然後 然後row sci-fi乘上R 就是我的最後一項 這兩項都是跟最後一項對應的 所以最後這個結果也是跟我們 第二項的 這個 行列式的結果 是一致的 就是我們 球面坐標的向量 球完curl之後 得到的結果 是一致的 好這邊是補充一下 然後 之後可能大家再